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喜悦系列课程 AHP层级分析概论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矩阵 这个矩阵就是我们评估准则 各自量量比较出来的结果 那么各位同学看 1代表的是自己跟自己比 1比2 这是1比3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地方应该理论上应该是2比1 这是2比2 这是2比3 这样子的写法 我们称为理想的正导值矩阵 为何要称为理想的呢 是因为事实上 我们在做调查的过程之中 它是不尽理想 要非常理想实在是不容易 因为这个评估准则的这个数字 我们未必能够具有第一性 那么为何如此呢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例子就知道了 我们先把这个理想的状况 先跟各位同学介绍 假设这是我们的正导值矩阵 什么叫正导值矩阵 那各位同学都应该很清楚了 它是在左边的斜对角 这边都是它的颠倒的导数 这边是1比1 1比2 1比n 2比1 2比2 2比n 那么我们心里都很明白 这个对角线 当然和这个都是 通通都每一个字都是1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矩阵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结果呢 可以发现 它乘上了 W1到WN 那么各位同学不妨乘乘看 来 第一列乘上这个行 我们可以发现 W1消掉 这有一个W1 W消掉 这有一个W1 我们发现 这个乘开来 这边就是NW1 来 第二列乘上行 我们可以发现 全部都是W2 而且是N个W2 所以我们看到 这样的结果 我们发现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A 这叫做V 等于刚好变成了LandaV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 I跟Value的一个问题 这个V就是I跟Vector 这这个Landa值 就是我们的I跟Value 那么如果理想的状况之下 它就是一个 I跟Value的Program 那么我们现在来 检讨这个正导值矩阵 正导值矩阵的话呢 如果说它是非常理想的 状况之下的话来说 它每一个航向量 那同学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每一个航向量 都会成为一个倍数 没有办法对角化 那什么意思呢 各位同学看 我们刚刚成过了 这个地方来说 W1 这个是NWN 它是我们要对角化 它是不可能的 而且它只有一个 非零的一个I跟Value 那个I跟Value是多少呢 刚刚我们已经成开来了 这个地方就是N 唯一非零的I跟Value 就是N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理想的正导值矩阵 那么我们正式的定义 理想的正导值矩阵 叫做什么 叫做一致性的矩阵 何谓一致性的矩阵呢 就是它具有一致性 一致性的意思就是 它在第一的过程之中 它是合理的 什么叫做第一的情况之下 合理呢 就是我一是二的两倍 那么二是三的三倍 那么一原则上 应该是最后一个的六倍 这是合理的 那么我们来看 以这个题目来说 它是不是一个具有一致性呢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边看一下 第一个条件 对第二个条件 它是两倍的条件 一对三呢 是五倍 所以原则上二对三 在这个地方 原则上应该是2.5倍 那么可是我们在写的过程之中 就是调查的过程之中 我们写了三倍 那么它就不具有一致性 这个一致性 我们可以从这个算式 可以算一下 可以得到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原则上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相乘是等于顶上的 这边相乘当然也是顶上的 那么这边相乘是这个 这是具有一致性 要有这么多的条件 那么但是 我们在这个理论上来说 应该要具有第一性 可是在实际上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能够达到这么样的完美的效果 所以我们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指标 只要不要差太多 我们就可以接受它 一致性的指标 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建议用 Consistency Index 这个指标 Landa-N除以N-1 这个是Sati建议的 这个是 AHP的一个大师 要怎么样呢 他只要 他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小于0.1 就是我们可以容许的偏误 原则上 这个Landa值是N 所以理想来说 CI值应该是0 那么只要不要超过 0.1都还可以 那么我们实际来操作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 可以了解 做法怎么做的 做法先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是特征值 我们是要去 Check那个Landa值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 第一个 当然是列出正导值矩阵 经过调查的结果 然后标准化 标准化的过程 就是将所有的航向量 总和在每一个都除过去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大略的介绍 最后把列再来做一个平均 就是我们所谓的权重向量 当然就是我们的I跟Vector 然后再过来 就是计算A跟V 因为AV是等于LandaV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之后 因为它算好 这等于LandaV 这是差不多的 这是我们 这个是希望的值 然后再来每一个 每一个component 就是W1 W2 W3 除一下 除一下的结果 这个地方三个分量 我们来做一个平均 原则上来说 三个分量应该一模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偏误 所以三个分量 现在就会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平均 这个平均就是估计的Landa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做看一个题目 首先第一个是做什么呢 我们先把这个数字算下去 这边全部加起来 这个目标是在做一个什么 标准化的动作 然后像是第一行 我们都除一个1.533 第二行 我们除一个4.5 第三行 我们都除一个8 那么标准化的结果 就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矩阵 那么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标准化完了以后 我们来做一个 列向量的一个平均 平均 这个列向量的平均 就是我们所谓的 I跟Vector 列向量的平均 这三个加起来 除以3 这三个加起来 除以3 这就是我们的I跟Vector 好了 有了I跟Vector 我们要算I跟V量 要怎么算 当然就把原来的A 找出来 V找出来 然后就可以算出 烂打的值了 A是多少 刚刚这是我们原始的A 就是我们的正导值矩阵 V是不是刚刚算过的 这是我们的加权矩阵 AV 来会不会计算 没有问题吧 三 我们依照它的算法 就全部把它加起来 那同学 我们这个地方 已经把它列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了 然后算出来的结果 这就叫做AEV 那么理论上来说 它是不是应该要等于 LandaV 那么 可是 当然不可能 刚刚好 所以我们每一个字 再除以它的V V是多少 0.64795 所以我们第一个数字 除以0.64795 第二个数字 除以0.22987 第三个数字 除以0.12218 除出来的结果 确实不太一样 因为它没有一致 那么我们再把这三个怎么样 做了一个平均的动作 算出来结果 3.003697 其实距离3 已经是差不多了 这个理论上来说 如果说非常完美的话 是刚好等于3 那么3.003697 到底会不会很差呢 我们把它带进去 我们把这个 Consistency Index的话 带进去以后 这是Landa减掉N 这里是N减1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小于0.1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来说 不算太坏 那么这个一致性的检定 我们就算它通过了 我们这个地方 介绍的是 AHP的一个观念 它跟特征值 特征向量的一个相关性 跟它的原理 这是我们这个部分 要主要的介绍 那么其实我们 在这个AHP的 这个层级的分析上来说 我们并没有非常的深入 因为我们是介绍它的原理 仅介绍第二层的评估 那么第三层 当然我们要应该 要进一步的来说 要继续做下去 那么我们也介绍了什么呢 叫做一致性的检定指标 因为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之中 虽然是正导致矩阵 但是它未必理想 它可能会有一些矛盾的现象 所以我们必须要 建立一个一致性的指标 来看看它是不是有矛盾的现象 那么矩阵 各位同学你要知道 它计算上来说 是蛮麻烦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是建议同学 如果要去做研究的话 建议的话用电脑来计算 那Excel就已经很足够了